接下来我们把剩下的这个另外一侧的这个成板的把它填满 OK 假设啦 假设 这里 你可以选择什么 你可以选择这里画两条线 不然它画矩形也可以 然后这个面的部分呢 给它推拉挤到另外一边 或者说你直接选这个面也可以 直接选这个面 然后直接往这里推拉 然后跟这里切齐 这样也可以 很多方式知道吗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假设呢 你想要从旁边做 所以就按这个线看到吗 按这个线 不然就举行也可以 按往线好了 OK 那你就点这里 左键呢 往这里 在表面上 然后这个绿色轴追踪 就是歪轴 一路到这个底 边缘上按左键 这样一条线 好 然后再从这里出发 一样歪轴 就是绿色轴 按左键 有没有 产生两条线 对不对 那这样就产生这个面 那就可以针对这个面干什么 做推拉 从这里一直挤出来 那挤到另外一侧 另外一侧一样在插记的角的边缘上 按左键 这样也可以 懂得意思吗 OK 好 那另外一个方式 大家看一下回到上一步 OK 不过这个方法比较麻烦 就是它会多一条线出来 然后你要把那个线把它删掉 比较麻烦 来回到上一步 对 那我们用比较简单的啦 直接按这个推拉 对啊 你选这个面上 这个面哦 对 这一组面 然后按推拉命令 好 我们都点点这个面上 点它 然后往这里推 推到这里来 在边缘上按左键 这样不是比较简单吗 因为这个地方的线就不会有砸线 OK 好 另外一侧也是一样 我们把它这个做完 来点这里 点这个面 然后拉到这个边缘上 对吧 按左键 这样的意思吧 很简单 好 确定结束命令 OK 好 再来我们再做西部编辑 如果觉得这个成板 我们要做 往内凹的这个 虎的造型 把它挖掉 也就是说我们希望这里 从这里出发 然后到另外一侧 这里 我们做一个 三点定弧 这样划过去 知道 那个第一点锁这里 第二点锁这里 然后第三点怎么办 让电脑往这个面上的轴追踪 我们给它多少呢 我们做大一点 练习做大一点 给它10好了 10公分往内追踪 懂得是吧 OK 好 那我们看怎么做 就一个造型的练习而已 来 从这个长的开始做好了 按这个弧看到吗 圆弧 点它 OK 好 那我们第一点锁这里 注意啊 你一定要锁到这个点 你不要锁到边上 不然它那个面会错了 锁这个端点按左键 好 再来第二点 给它锁另外一边 对吧 按左键 第三点呢 它往这里滑 往这里滑 那你一定要 你一定要在那个 你不要往上 往上就错了 它往上 它那个弧就飞起来 我们一定要贴着这个面上 在表面上 知道吗 我的意思说 你的网上 有通常会这样 网上打多少 打10对不对 打10 确定 对吧 Enter 不好意思 就往上对 如果你打10 Enter 对 那你画面上要变这样 你看你的弧就立起来 然后产生不可预期的 那个错误的 那个电脑的判断 它的面就会自己封闭 这不对 来回来上一步 OK 所以你要这样 按这个圆弧 对不对 然后我们贴着表面 端点按左键 同样点这里 按左键 然后呢 然后你不能往上 同样你要往绿色走 反正就不是蓝色的走 不是蓝走 因为蓝走是Z走 同样你要贴着 表面上 我们看到一个绿色走 然后往这里拉 给它多少 给它10 Enter 有没有 这样出来了 这样的意思吗 OK 好 圈结束面 同样我先做一组给大家看 同样 那这个不是就分成这个面 跟这个面的吗 它是变这样 对不对 就可以按这个 你选这个面 按这个推拉 有没有 OK 然后我们就针对这个面点它 然后往下压到表面 上按左键 它就挖掉了 就产生这样的一个设计 懂得是吧 OK 那你可以把所有的2D 都把弧做完再一起推拉 才不会分开做 因为分开做没有效率 OK 好 所以我把弧画完了 我们觉得要往内10公分 所以按一下这个弧 你不用管半径 我们就往内10公分 从这里 按左键 第一点 一定要起点跟末端点 按左键 然后再中央点 有没有看到红轴的表面上 就像这个X轴方向 就对 他会往这里 表面上 打10 Enter 有没有就像这样 就一个 好 我们先把它画完了 来另外一侧 滚了按着 然后把它推过来 从这里 左键 然后选到这边 起点 末端点 按左键 他会往内 在绿轴上 然后往内 不是重点 他还要放大一座 他还往内 你这个拉一个角度 不然他会锁错 他还往内 在表面上 知道吗 打 一定要看到表面上 就对了 打10 Enter 这样对 好 另外一侧 一样 左键 起点 然后在末端的终点 点他 一样 在表面上 这不对 蓝蓝肘是错的 来 再滑一下 在表面上 这个红色的肘 在表面上 X轴方向 打10 Enter 有没有 这样就OK了 好 确定 好 那我们直接按这个 推拉 有没有 按拉 好 把它压掉 点他 然后往下拉 按左键 他会记忆上一次的动作 所以如果你确定 你要整个贯穿 你就直接对他点两下 有没有 他贯穿了 这样懂为什么 另外一车 也做完了 这边还没 同时这里 左键两次 有没有 就像这样 好 确定Enter OK 所以你看画面上 是不是得到这样的一个 成板的这样 往内凹的设计 这样懂为什么 OK 好 那整个图 你看 我们当初在做的时候 是我们当初在做的时候 是画一个 这个举行 有没有 对 那我们往下挤 是往下挤 所以所有的东西都是往下挤的 也就是说 它跟水平线上 不是同一个高度 OK 那你看画面上 如果你按前视图 按前视图你知道吗 就是往前面看 OK 往前面看 那你发现高度有落差 有没有看到这个地方有一个前 这上视图啊 那旁边前视图 你给它执行 你看 这个高度是不是有问题 对不对 就不对啊 对我们希望 它这个茶几的角呢 它是到上面这里来 所以让茶几变成这样来对 这样懂得意思啊 那怎么做呢 对我们 我们不可能把这个面搬走 它会 这个可能被破坏 OK 好 回到3D 对 像做的这种动作呢 因为它做完一定是破裂的 你看每个都是单一这样选啊 我们要全部选起来 就叫群组 那个元件后面再做 同一先给它群组 来 整个东西把它选起来 右上左下选起来 选起来 然后按滑鼠右键 就跟我们之前讲的一样 按滑鼠右键 选择什么呢 同一我们选择建立群组Groo OK 它就给它点一下 它打包了 这样懂得意思吗 OK 那打包产生一个 一体成型的东西 同一那我们就可以 借着移动命令去推 比如说你可以按移动命令指令 按这里 这个移动指令 然后我们就点它 点它之后你就选群组物件 你可以锁到一个点的边 这不是一个角点吗 就这个点 这里桌角角点 按左键 因为我们希望桌角的 最底下这个点 它是Z轴等于0 所以我们就点这里 点这怎么办呢 来去锁到一个 我们当初从这边出发开始做 碰它 碰它不要按 因为按了下去 然后再往右拉伸 有没有看到一个追踪 有没有看到红色的追踪线 那就是往这里追踪 好 适当位置按左键就好 它这个高度就跟它一样了 OK 好 确定 好 来我们看一下按前视图 是不是高度就一样 主要是高度要一样了 OK 当然如果说你一直看不到追踪线 那你也可以先给它锁在一起 反正它不会黏在一起 为什么 因为两个都群组物件 然后再单独搬出来可以 好 我的意思是这样 来 回到上一步 我现在回到上一步了 OK 好 那我再做一个范例给你看 如果说你追踪一直看不到 好 比如说这个是群组物件的 依然是群组 那你就按移动命令 按这个 你先选到物件 先把物件选起来 然后再执行移动命令 点一下 OK 好 我们锁那个桌角 点它 这个端点点它 OK 好 那你就直接干嘛 你就直接锁到这个 这个Z轴等于0的一个脚点 让它叠在一起 没关系 就点它 懂得是吧 好 那你就按确定 好 那我们按前视图 按这个前视图 左键 OK 你看是不是高度一样 这时候怎么办呢 这次直接按移动命令 把它搬出来就好了 移动 好 我们来锁一个点 锁一个点 然后往这里拉伸 这样的话 你不要再下去 往这里拉伸 按左键 OK 确定 好 那这样就是一个茶几的 那个高度 跟我们这个 开放式的书柜是一样高了 这样就对了 OK 好 以上就是那个基础的 这个简易的长行茶几的练习 你要多练几次 那你Schedule的这个基础 指定才会比较熟 那我们等一下来画别的 先试一下 谢谢大家